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社会与思想的悸动 透过语言的科学研究 让我们掌握人类语言的运作逻辑 也掌握AI语言发展的时代脉动 这就是扬名交大外国语文学系 我们的外文系 跨境文学也跨越语言 我们是全国唯一 文学与语言学并重的外文系 国立扬名交通大学 重新定义外文系 我们研究英美文学与批判理论 进行完整扎实的文学与思辨训练 从中世纪到当代类型文学 从生态师学到性别研究 从精神分析到医疗人文 从主体研究到AI批判 我们关注的是人对 人的文化的批判对话 人与非人世界的潜心扣问 并摸索文学与语言的边界 以及边界之后的远处 人所立足的地方 文学它其实就是一个 人类思想的一个表达 因为文学本身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培养 当你具有这文学语言学的这专业训练以后 它其实帮你打开一个很宽阔的门 你可以往任何一个你想要的方向走 文学让你用自己的方式 展现脑海里的宇宙 用你的语言 向世界说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万语系所训练到的就是有关人文思想 人本思想这些训练 就是你不会主观认定说 这个人就是怎样 或是这件事一定是怎样 就是你会一直反思 那我是不是有什么更新的想法 我之前的想法是有些武断 我们的语言学教学 深度与广度都是全国第一 大学部语言学课程全面且丰富 并广泛开放硕士班进阶课程 蕴含丰富国际交流资源 让学习无界限 我们以科学论证方法 建立语言结构 声音和语意完整的深层数理模型 因应智慧运算时代需求 我们建立师生共学的 语言学本体知识与程式设计 双专长人才培育系统 培养并用语言学本体知识 与程式设计能力 解决实务需求的新世代语言学家 我们更将实验音韵 听语科学 延伸至语言教学 语言治疗等 具应用价值的领域 学生的未来发展 有多样选择 这些知识在临床的决策上 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 比如说在我们遇到 供应应用障碍的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会去系统性地分析 他们的语言错误 然后去选择合适的资料目标 教导他们正确的发言位置 还有方式 不同学分学程 为你储备更丰富多元的养分 透过多种外语学习 进阶英语口语训练 翻译和应用英文课程 让你无论在哪里 都能活用索学 拥有带着走的专业 带着这里的一切 到更远的地方冒险吧 世界很大 而你已备好行囊 要去那远方 我去伟纳大学 其实主要是跟 英美文学系去做交换 但同时间 它也开放很多的课程 让你修文学 你不管是去分析 或者是你去跟文学家做共感 它可以帮助你看见 原本这个产业 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 大学生活只有一次 会有轻狂自在的时刻 也会有心动浪漫的时刻 这些无法重来的时光 积累沉淀之间 让你更贴近自己 并重新改参自己 在阳明交代外文系 你会找到一起经历 这些酸甜苦辣的伙伴 探索自我的旅程中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减少必修科目 提供大量弹性选修空间 让跨域学习成为真正的选项 未来的可能性 你自己决定 自己的未来 你重新定义 其实同学来读外文系 整个学院或者整个学校 都是他可以探索的机会 学校还有第二专长的设计 同学修比如说30个学分 完成了学程 这个也会注记在毕业证书上面 最后我想提到就是 台湾联合大学系统 清华 阳明交代 中央跟正大所组成的这个系统 对同学来说比较有感的 就包括是这个图书资源的共享 以及一些课程的共享 如果同学他有志往上面去念的话 他可以从大三下或大四下 就修一些硕士班的课程 所以他整个修业的时间 会变得比较短 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么的旺盛 尤其大家都一定知道 人工智慧是什么 其实你如果就科技上面去看的话 去研究人工智慧背后 他的语言是怎么生成的 他的逻辑是什么 跟语言学非常非常有关 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是身为外文系去扣阿玉的话 你可以选择的领域其实蛮多的 我是语言学老师 我是META大中华区行销协理 我是半导体设计公司ARM的美国理师 我是104知评科技的投资人关系管理师 比赔商更赔商的故事并讨厌 高师大副中英文老师 外交部里面住的科员 国立大学教授 法务部调查学的调查官 Mogo Gaming Corps创办人 Head of Digital Imaging at the Harrington Center U.T. Austin 威格国籍学校总校长 来自杨明教大外文 你说 杨明教大外文系 跟你想的不一样 没错 我们就是要挑战你的想象 我们超乎你的想象 我们最后这次见 我们最后 没错 我们最后 我们最后 讯 Ε PVC 解决我们的 kita 我们最后 感谢观看